约翰逊密访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 二人高调巡接现场 武装人员持枪跟随 综合媒体4月10号报道 当地时间4月9号 英国首相约翰逊秘密抵达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对一会谈 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 约翰逊在同泽连斯基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英国及其合作伙伴将继续加强对额制裁 并尽力提供乌克兰所需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英国计划开放与乌克兰贸易并帮助乌排雷 二人除了进行一对一会谈以外 还在安保人员及媒体的簇拥下 在基辅街头巡游 现场视频画面显示 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高度戒备 寸步不离进行保护 据悉 英国将保证世界银行向乌克兰额外贷款5亿美元 但需议会批准 从而使其贷款担保总额达到10亿美元 英国还将放宽对大多数来自乌克兰的进口商品的关税 以加强自由贸易 当天在会谈结束后 约翰逊表示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20辆装甲车和新型反舰导弹系统 约翰逊高调宣布 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而泽连斯基则对援助表示感谢 并称英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